翻译&字幕志愿者 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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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让我描述这么一个场景 在华东政法大学 有这么一段让人十分精彩的 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就是每学期的期末 在选课环节当中 设限三百人的这么一个刑法课程 在瞬间被秒杀 那么每周周二的上午八点钟 我们在华镇最大的一个 容纳三百人的教室里边 会活生生地被硬生生地 筛下了五百个学生 那么在当今社会当中 读书无用的这么一种 实际当中的一种氛围 已经在我们社会当中大量地弥漫 那么在这种高校当中 能够这么来听课 那么这个老师是谁呢 荣幸地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在下本人 那么我的教学三十多年当中 我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那么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成绩的取得 实际上都跟两个字紧密相关 这个就是读书 这个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读书不吃亏 那么我的读书生涯 跟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那么其中最大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我的任何阶段的读书都比别人要晚很多 1973年 我高中毕业以后 被分配到我们一家商业单位里边工作 我在这家商业商店里边 我实际上整整工作了六年时间 在这个六年当中 我干过营业员 干过会计 干过记账员 也打过包 最后也搞过团的工作 甚至被培养担任我们店主任的工作 那么在这个六年当中 我最渴望的就是要读书 但是当时没有这种机会 大家众所周知的 这个就是十年浩劫 十年浩劫压抑了我的读书的这么一种渴望 但是实际上也培养了我 要求读书的这么一种 我讲这个欲望 始终存在 那么在恢复高考以后 我在1979年 考进了华东政法学院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 那么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考进华东政法大学的这一个时间 实际上是我工作六年以后 那么对我来讲 这个华东政法大学 考进在读本科的这个年龄 我已经24岁 我经常开玩笑地跟我的学生说 我现在培养的博士 他们在读博士的时候 也是24岁 但是我当时24岁 只能读本科 这个并不是我不想读书 而是实际上这个历史道成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四年的本科学习当中 我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 当时读本科的时候 很多人都劝我不要读了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你这个时候再去读的话 实际当中你就要放弃这么一个工作 很多人感觉到这个是很可惜的 家里边的人也不同意 但是读书的欲望 使我感觉到只有读书 才能使自己有所进步 为此我义无反顾地就读了本科 本科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么这个改变了命运的最集中的体现 就是在1983年 79年考进大学 1983年我大学毕业 在8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面临的是分配的工作 那么当时的情况下 实际上各行各业 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个前学法学的 我们可以做法官 也可以做检察官 也可以做律师 但是最后 我被分配到去做留校担任老师 其实这个职业对我来讲 当时我并不是十分乐意做的这么一个工作 但是当时因为被分配 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回头一看 我这个四年的学习 实际上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它让我从一个营业员 就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教师 而且是高等院校的教师 那么这个改变 实际上在我人生当中 对我起到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转折点 我现在回头来看的话 尽管我当时被分配的时候 我可能并不觉得教师岗位很适合我 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 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 我最后 实际上我感觉到 教师的职业对我来讲 我是最适合的 那么在这个1983年毕业以后 我实际上在教师岗位当中 我又做了五年工作 那么在这个五年当中 我被破格评委讲师 那么我的第二段的硕士经历呢 我是在破格评委讲师以后 我又去读了硕士 那么实际上这个五年当中 我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几乎把全校所有老师的课 我都去听了一下 然后我选择 最适合我这个教学方法的这么一个老师 我从头听到你 然后认真备课 我就站稳了讲台 站稳了讲台以后 甚至我在很短的时间当中 我为全校的老师开设了一个公开课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说你破格评委讲师 而且能够为全校的老师开设公开课 这个实际上对你来讲 你就说明你这位一个老师已经没有问题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读硕士呢 那么当时我就 实际上因为本科给我带来的快乐 本科给我带来的改变 那么实际上我就觉得 硕士实际上的学习过程 也同样可能起到这一个效果 那么我的硕士三年 从88年开始一直到91年 在这个三年的硕士学习期间 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这个就是它不仅在三年当中 使我站稳了教师岗位的这么一个讲台 站稳了讲台 同时在这个三年当中的学习过程当中 使我的教学的方法 以及整个刑法教学的内容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 让我在讲课当中 有充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当中 我拿到过各种各样的 或者说是无数的奖励和奖杯 我们在法学教育界当中 绝无仅有的很多的奖 在文科当中很难得一见的这种奖 我都拿到过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全国劳模 全国劳模实际上对法学教育界当中 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一个人 我被评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这个在文科当中难得一见 我被评为上海是教育工程 这个在目前我们三届 每五年评一届 三届的评选当中 我是唯一的一个文科教授 那么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我当然是十分地珍惜 但是实际上使我感到 我认为我最看重的并不是这些 因为这些里边多多少少带有官方的社产 我最看重的是 我们的学生一票一票选举出来的 我心目中最佳教师的这么一个称号 刚刚主持人也已经讲到 我实际上在我三十多年的 这个教学生涯当中 我连续二十年 被学生一票一票评出来 被评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 那么应该说这一个荣誉的取得 我经常有一句话叫 金碑 银碑 不如学生的口碑 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 我的学生有很多人说 在我们华东政法大学 如果你大学生活当中 没有听过献歌的课 那么你这个大学生活是不完美的 我感到十分的欣慰 学生有对我这种评价 那么这个使我实际上感到 这个就是实际上这种口碑的实际的存在 那么我经常有一句 这个实际当中的一个 就是对学生我经常讲 你们平时对我有很多很多的要求 那么我的课如果让你们听了以后 能够使你们实际当中 能够有所体会 有所改变的话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幸福 那么我要跟大家说的 可能就是第三段的学习生涯 我在我们华东政法大学 这个教书生涯当中 我还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相当特别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在平上教授多年以后 我又去国外在荷兰读了法学博士 当时荷兰的法学博士 实际上是我们上海挑选了 从各个高校当中 挑选了一批青年教师 那么在有复旦的 有交大的 有同济的 有华师大的 还有我们华东政法大学 那么这些13个青年教师当中 我是最年长的 那我不能称这位叫青年教师 因为当时我去读博士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年龄44岁 44岁的年龄 我还去读博 而且是到国外读博 那么很多人就经常会说 你这个不是在自己找自己 这个自己给自己找 出难题吗 因为在国外读书 在荷兰读书的话 我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除了远距离的 这么一个交流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语言交流的困难 我也很惭愧地告诉大家 我当时高考的时候 我的外语 实际上高考成绩只有13分 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段努力以后 我竟然能够到国外去读博士 而且这个博士是要用英文全部写出博士论文 然后在国外正式出版 那么这个对我来讲 实际当中确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 而且在读博期间 我跟别人不一样的 是我是评上教授多年以后读博 读博期间我又很快地被评上博导 同时读博期间我又开始带博士 我带的第一个博士 现在已经是博导 而且带了很多的博士 那么这一个过程 实际上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已经有了这么一些成绩 我为什么还要去读博呢 那么实际上现在看下来 读博也没有让我吃亏 最起码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读博让我站在我们学术的最高点 让我的视野得到了很大的开阔 同时使我的科研当中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的四年读博期间 我写出的博士论文 我所画上 在这个上面所画的经历是巨大的 我现在带着我们的国内的博士 我经常讲 你的博士论文 如果用我读国外博士的这么一个经历来写的话 最吃码 我是你的 我画的经历是你的五倍 很多人说这个是折瘦的 那么从道理上讲 确实它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困难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担任了 在这个之前 我在读博之前 我还担任了华东政法大学 我们最大的法律学院的院长 而且这个院长要么不干 要干就最后一直干了17年职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当中 我的科研当中有很大很大的突破 这个突破就是 我用敏锐的目光 我抓住了我们科研当中的重点和要点 我对这种新型事物 我进行专门的研究 有人给我概括 我实际当中有三个里程碑 一个是金融犯罪 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 网络信息 信息网络违法犯罪研究 第三个里程碑 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的 人工智能形式之论问题的研究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实际当中都是 在全国范围都是相当的突出 那么有人经常说 你教学 科研 行政都干得这么好 你哪有这么多的精力 那么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能力 但是你不能不相信我的努力 我的努力和勤奋 可能在座的各位 都很难跟我来比 你们的能力都可能比我强 但是我的实际当中的勤奋 可能要压倒你们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是全年无休 我们中国最传统的一个节日 即春节 我只给自己放半天假 从初一的下午开始 我就进入我的工作室 开始我的工作 这个就是博士 这一个学位 让我上了一个顶峰 那么在接受我这个演讲之前 我想最后还有两句话 两段话要跟大家说的 第一段话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读书不吃亏 学历助我赢 读书确实改变了我的命 但是我想要说的 就我要创造一个最高的境界 就是能够让听我课的人 让读过我书的人 能够使他的命运 也能够得到改变 这是我要说的 也就是第一段话 我要说的第二段话 可能也是 我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 我从来不点名 因为我自信 我的课不用点名 同时我也知道 你们在座的各位 也就很清楚地看到 五百门的教室 如果让我点名的话 可能等我点完名以后 这个铃声 下课的铃声就已经响了 我就不要上课了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什么一个道理呢 就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 能够记住这么一句话 在你们的人生当中 不要成为一个被点名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